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人之初性本善还是人之初性本恶 很多人争论 其实人之初性本善讲的是亚当 那是第一个 那是真正的人之初 对不对 神只造了 最开始用神用 神用自己认可的东西造了他 按照神的概念 那我给再造个伴 相生相克道理就造了个女人 这个女人 夏娃是从亚当身上抽了一根肋骨 对不对 就这么写的 可这可不是我编的 抽了一根肋骨 所以夏娃的本是在亚当身上 是神造完第一个人之后的身上 就是说夏娃的本是在第一个人的基础上 他就差了一档 他永远跨不过去 这就是他生命的本来 他永远跨不过去 就这么一句话 后面就造成了 就是他身上自带了贪心 和肚体 因为他的来处 所以女人身上自有贪心 形容贪财的 女人要荣华富贵 对吧 男人要名望 要这个身亡 对不对 他就出现今天 看着配着对的故事 所以你说人之处性本善 还是性本恶 我以为得会看咯 他正是女人的来处 他比亚当低了一下 那也就变成了 当被这个撒旦诱惑的时候 他立刻被诱惑 而他被诱惑呢 想一步登天跟神一样 因为撒旦的话说 你吃了这个果子 你就跟神一样 明白善恶 亚当身上没有恶的概念 夏娃身上有恶的概念 所以他要寻求善恶的辨别 所以他要寻求善恶的辨别 对不对 有距离 他心里有东西 那就叫不干净 那就叫不干净 你看天底下所有的女人 干了不该干的事都说 哎呀 我是个脏女人 没有任何语言差距 没有任何肤色差距 就是非洲最原始的地方 他也得会这么描绘 就是在纽约第五大道 他的房子花两个亿买的那个女人 他也这么说 他穿的衣服 独一无二 能够花一百万买一件衣服 他是脏女人 就是脏女人 没错了 对女人没有任何概念 我们讲的是那个形容 我多少辈子没准也是女人 我们讲的是这个生命的原处 网友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 美国高官前往北京继续谈判 分析人士称很有艰难挑战 这个很有趣的 这个现在就是还已经突破了原来的说法 他在二月份的时候 七对七 他到四月份的时候 到了九对九 就是谈了九次 那谈了九次 然后这个 一共贸易战打了九个月 确实是 那整个有关贸易战的热点新闻 基本都耗尽消失了 还没谈成 他大概今天是明天 他说三十号 贸易代表跟财长前往北京 开始与中国进行下一轮的谈判 五月八号又到华尔顿了 那这个事就变得很有趣 就变得完全不同了 完全不同了 你可以看到在原来整个七的定数中 我们跟大家分析基本走那样 因为在七的那个定数中 前面的一切 承诺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在后来 川普突然又改变 整个都变了 变成了我们说走的定数 那今天已经不是九的定数 变成十了 对吧 那就一切的一切 就变成原来我们跟大家看到的故事 其实出现了背景 可能有朋友会说 陶哥你预测错了 或者如何如何 那可能是 我只能这么说可能是 但是有一点 我们说过 人永远战胜不了共产党 只能与神同行 那如果人战胜不了共产党 只能与神同行的话 今天发生的事情 没有人能预测到 那是这点 我个人觉得 如果从道理上说 是这样 如果从道理上说 是这样 那如果七的定数去死掉了 完全结束的话 那我们看到确实是 现在唯一破掉的是他 是这件事情 那如果是这么发生的话 那只有 只有一个 只有是未来佛在世 因为七的定数 是包括释迦牟尼佛在内 七个佛定下来的 那也只有未来佛在世 只有他 未来佛一个人知道 未来是什么 因为未来在他手里面 绝不在我们人手里面 中美都说取得进展 包括知识产权保护 跟强迫转让技术 但官员私下讲 执行机制跟取消关税的时间 是最主要障碍 一个月前就这么说 美中之间的不信任 与日俱增 地缘政治的紧张 不断加剧 是最关键的挑战 没错 这个是真的 你跟隔壁老王签议协议 我出门 你照顾我们家 你不许进我们家门啊 你只能在外头照顾 老王说没问题 你就说 你又说了 你进门 如果你不得已 要进门的话 你必须要做到什么什么什么 人家说 没问题 那你心里 他老大又没问题 你就更害怕了 那如果我们家 家里的人 孩子女人出门的话 你得躲进去 没问题 你就更害怕了 你这事不敢 你这事肯定不敢干 因为你眼睛里闪烁的 老是隔壁老王 到你们家串门的镜头 这是人自然的反应 对吧 共产党就是隔壁老王 美国财长对纽约时报讲说 谈判进入了关键时刻 就像菜跑一样 跑入了最后一圈跑道 你这个 这个 这个 这喷嚏打的 一个月 一个半月前 他就这么讲 他这么讲的原因 他是为了能够 华尔街老创新高 现在华尔街创新高了 他在那有利益 他跑了半天 他刚进入最后一圈跑道 他之前一个半月前 他说在冲刺 400米跑道 在哪冲刺 最后一圈就开始跑 就开始冲刺 400米的时候就开始冲刺了 那的那的 什么力度 那最后那80米怎么跑啊 最后那40米怎么跑啊 对不对 那你那什么身材啊 什么体格啊 对不对 那比鸵鸟都厉害 我觉得这些都是形容词的 所以在我眼睛里就那么回事 关键的问题是 当初川普说 美中将在大约 四个星期之内达成协议 那他今天去北京 正好是四个星期完了 所以这是川普在做法中出现状况了 四星期达成协议 达不成协议 要出结果的 他今天没结果了 所以呢 是从七的定数结束之后 后面的都在拖 他他川普也在拖 就在维持现状 那有人说习近平会为乐见其成 有可能 但是他能否拖得起 如果他拖得起的话 他就不会强调 这个惩罚性关税的那个设立 惩罚性关税是说 签了协议之后 维持现在的某些 就是部分产品的关税 很多人认为应该是维持最初的500亿的 25%的关税 撤掉2000亿 和这个强迫执行条款 那你现在拖的状况 跟那个协议的最后的概念是一样的 那他能不能拖得起 对吧 你现在的现在的贸易战的状况 是从去年的中秋节那天开打走到今天 一直维持状况 而这个状况是习近平一直想结束的 这事不好说 但是呢 他客观状况是说 习近平 川普在这个二月底之后 一拖再拖 拖完三月份 现在又拖四月份 因为如果现在谈判的话 就等于耗掉了四月份 传说六月份将见面习近平 还是在拖 对不对 所以 你就 你说到底是九的定数 还是七的定数 还是没了定数 还是出现了变化 这是事实 一些分析人认为 很快达成协议 并建立有效机制的状况不乐观 中共多年来的 政府干预的产业政策 及军力加强 令美国不安 叫军民协作 军民协作委员会 其实就是这个 把民企变成军企 把民企完全当成为 国家控制的军事企业 华为 美国开始对中国科技公司 进行审视 打击中共的间谍活动 而封杀掉 限制 大规模限制 公派留学生 访问学者 一切到美国去的 公派的学生 他的签证 基本都受到影响 大概被影响的人 高达75% 高达75% 涉及到人数 35万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we want to talk about jazz we know a lot of we've got a lot of we know we know that's awesome you know we know